台中泰迪熊展呢 在今天的下午5点就要撤展了 民众今天一大早就来抢拍最后的合照 不过有很多民众担心说泰迪熊撤展之后会被销毁 市府表示市府的11只会继续展出 也计划募集企业任养泰迪熊 争取再次付出 而预计整个展期吸引了300万人次 创造了10亿上级